OK 好 我還是想要講一些討論一些 就是跟課堂不關的事情 但是跟細胞生物體很關 我剛才是不是提到 高GC 都會累積在細胞核的某一側 這件事情會誇生在 probably over 90% of cell 你們知道那個課本上面是不是就是一個細胞核 然後高GC 只會誇生在某一個某一側對不對 你有沒有發現其他高氣都是會圍著細胞核 擴散的發展 它就是高氣勢體在那邊聚集在那一側 我們這個在顯微鏡底下看的時候也是這樣 細胞核這樣 然後細胞 細胞質假設這樣 高氣勢體就 always 在這邊 也可以在這邊啦 那它就是在某一側 就在某一側 OK 那這邊就會有碰到 那其他的高氣呢 像譬如說粒線體大家也可以看到 它就是很均勻的分布 OK 可以跟你講 還有什麼包氣 還有什麼包氣 你們腦袋裡面還記得什麼包氣 粒線體 還有什麼 R ER ER 還有什麼 ISO-C Lysosol 還有什麼 Sentosol Sentosol 還有什麼 你們腦袋裡面包氣好少 Lysosol Andos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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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什麼 Beroxysol Beroxysol 好 還有什麼 會沒有 會沒有 照的是外面 好 先這樣子好了 接下來就比較冷淩一點 OK 我可以跟各位講 Lysosol ER Andosol Beroxysol 這些東西 Mytocondrium 全部都是均勻分布在細胞裡面 OK 實際如果一個這個高氣勢體會聚集在細胞和磨測 對 可是這個就會 第一個問題就是為什麼它會聚集在磨測 第二個問題是什麼 如果你今天細胞分裂 分裂的錯位置會有很大的問題 你如果假設你今天是這樣子分裂 上下分 你就還好 上面有高氣勢 下面有高氣勢 可是如果你今天是這樣分 啊 完蛋 又跟這個細胞沒有高氣勢 你左邊才好 來 就是你跟這樣 你這個肘怎麼分 你覺得很有可能會 你的身體有換的細胞 是沒有高氣勢體的 OK 那你沒有高氣勢體怎麼辦 那白癡就 深層就會出現很多的問題 那細胞怎麼樣去保證 細胞分裂的時候 每一個子細胞都分到一樣的高氣勢體 OK 第一個我要解 去離心一些大家的誤解 你們常常看到那個 刻本上面畫一個高氣勢體 就是它有那個 Sys的Sisterna Middle跟Trans的Sisterna 一刻在那邊對不對 在細胞裡面其實有成千上萬個高氣勢體 那一個東西呢 其實有成千上萬個累積聚集在那個地方 OK 所以你今天看到這一坨裡面 成千上萬個刻本上面畫的那個東西 那為什麼它只要畫一個在那邊 因為畫不下 就這麼簡單 你畫不下成千上萬個高氣勢體在那邊 所以它是很多小小的這個 而且每一個那種Middle 都有Sys的Middle跟Transform 很多在這個地方 OK 然後呢 細胞準備分裂的時候 這些人會自動擴散下來 平均分布在細胞裡面 然後你細胞怎麼分 它都會equally得到這些goals 然後高氣勢 然後等它分裂完以後 它會在自己再聚集起來 OK 它就是可以 細胞就可以做這件事情 那什麼都應該控制它分開來 會聚集在一起 就是說它這個地方呢 附近會有一個另外一個包器 剛才有提到 也是只會為在細胞核的摩測 你們剛才覺得我沒有點到誰 它有一個包器 它也不是平均分布的 ER 啊 ER是平均分布的 立腺體是平均 ER是平均分布的 Andosome Lysosome Prosisome Centrosome Centrosome不是平均分布的 Centrosome就是那兩顆桶子有沒有 它每次細胞分裂完了以後 它會在 假設我今天細胞 細胞這樣子 然後它分裂完了以後 它會在 然後後來它就形成新的細胞核對不對 那那個Centrosome會在細胞 這兩個細胞核的外側還是內側 外側 外側 OK 它會在外側 然後呢Centrosome有什麼功能 Centrosome有什麼功能 製造MicroTubia 製造Exactly 太讚了 OK 它就製造 它會長出很多MicroTubia 然後呢 這些小小的Gorge呢 它其實是怎麼樣聚集起來 是靠MicroTubia 這些小小的Gorge上面會有很多 可以連接很多在運動蛋白質 那些運動蛋白質不是只會拉Exactly 它也會拉這些Gorge 就是那邊一直拖著過去 然後呢 如果你今天在細胞準備分裂 它平常為什麼會聚集在這個地方 是因為這個地方有Sendro蟲 然後它長出來很多MicroTubia 然後MicroTubia蟲都從這個地方長出來 然後很多MotorTubia會把很多Gorge 拉慢慢去擠在這個地方 OK 然後呢 等到你細胞準備分裂的時候 你細胞裡面的MicroTubia會先全部崩解掉 因為它開始去形成新的MicroTubia 這個下一堂跟我們講 然後你細胞崩解掉的時候 它沒有人去可以把它拉住 這些高清晶就會開始散到細胞裡面 然後你細胞隨便你怎麼分 你都是得到Equal amount的Gorge 然後你分裂完了以後呢 Sendro蟲開始MicroTubia瓦解掉以後 它會再新成新的Interface 間期的MicroTubia 它就開始把細胞所有的高激屍體 就慢慢從細胞裡面收集起來 呼呼呼 它會再聚集起來 所以如果你今天看到高激屍體在這個地方 然後這邊也有另外一個細胞 它的高激屍體在這一側 OK 那你就會很容易猜 這兩個細胞當初就是從一個Model來的 它分裂那邊 它分裂這邊 然後這是為什麼它的Sendro蟲會在外側 然後高激屍體會在哪一側 然後它分裂這邊 它的Sendro蟲在那一外側 它的高激屍體會在從這 我可以給各位講 我看到高激屍體在這邊 Sendro蟲一定在那邊1-2-9% 如果你來一定看到它在這個地方的話 那就是你生病 或者我說那個細胞生病不是你生病 OK 就是說所以細胞裡面聽得懂我印象嗎 就為什麼它會在同一側 就是細胞裡面有很多很多的不一樣的機制 它就是非常precicely去organize在所有的事情 讓所有事情都不會出錯 OK 好嗎 沒問題 沒有好 好 那我們再講完這個光反應以後呢 所以最後的這光反應會有幾個負產物 不是 就主要產物 就是負產物 負產物其實是O2 OK 我們賴以為生的O2就從這邊來了 當然它自己也需要O2 但是我們動物沒有辦法自己產生O2 所以就要從這個地方來 但是它中間其實主要是要產生的 ATP跟NADPF 到它的Stromer裡面做這個Carbon fixation的Cycle OK 然後它就可以把這個CO2來做固斷 那這個地方呢 我覺得後面的有一個 有一個video的圖會講比較清楚 這個地方 我也不會考這個地方的圖吧 OK 基本上就是CO2 然後它會跟這個REGP結合起來 然後變成一個六碳糖 然後它的六碳糖會Split開來變三碳 然後最後這三碳會需要能量這些結合起來 然後變成一個G3P G3P就是你可以進行很多的 Gluco-Neogenesis等等的這些一個原料 那你也可以生成很多 戴來頭是Harmine Isid 所以它只有這樣子把這個碳呢 需要花的能量 這些能量是從 你看這個是ADP 這個是NADPH 是從光反應過來的 它會用這個來當能量 然後形成G3P OK 然後最後再慢慢生成這些其他的東西 然後它只會用到其中一個碳 然後剩下五個會再reuse變成這邊的RUB 再結合其他的CO2 繼續進行這些事情 這個你們以前都學過 OK 那因為它生成很多的這一些Sugar以後呢 它會用的方式是用什麼 Starch 澱粉的形式去把它儲存下來 那Starch就是很多的多碳 多煉的這些碳 長條這一些碳的Sugar 所以它是很大一坨 它就直接生鹹 就直接塞在這個地方 這個就是Starch的Granium 在這個地方 OK 第二 好 那我們這邊就看一下這個V 所以這邊產生很多NADPH跟ATP 在這個Stromart裡面 我們在下一個多半個電腦 在這裏面物中有消費 然後這些電腦 在這裏面的水平 而是新鮮的水平 在這裏面的水平 所以 這裏面對酶 在兩次電腦 用的水平 在這裏面 the cycle consists of three steps the first image is carbon fixation in this step carbon dioxide is attached to ribulose one five bisphosphate resulting in a six-carbon molecule that splits into two three-carbon molecules the second step is a sequence of reactions using electrons from nadph and some of the atp to reduce carbon dioxide in the first step ribulose one five bisphosphate is regenerated for every three turns of the cycle five molecules of glycerolahide three phosphate are used to reform three molecules of ribulose one five bisphosphate the remaining glycerolahide three phosphate is then used to make glucose fatty acids or glycerol it takes two molecules of glycerolahide three phosphate to make one molecule of glucose phosphate thus the kelvin cycle has to run six times to produce one molecule of glucose these molecules can remove their phosphate and add fructose to form sucrose the molecule plants use to transport carbohydrates throughout their system glucose phosphate is also the starting molecule for the synthesis of starch and cellulose plants produce sugars to use as storage molecules and structural components for their own benefit OK 所以其實它的 kelvin cycle它固碳的效率其實非常非常的差 但是這是它唯一的用法去產生出它所需要的這些材料 所以其實有很多科學家他也嘗試在細菌上面看看有沒有更有效率的 這些固碳的這些passway他會做很多所謂的synthetic biology 他就去engineer這些不一樣的passway 然後看看在我們是不是可以在人工的這些細菌上面 可以做更好的這些固碳 然後maybe可以去解決溫室效應等等這些這些 global的issue 那其中一個很有名的學者就是中研院的院長 OK 料 菌質 對 他們就是在做類似這樣子的研究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也可以去看一看他們的這項目的研究 OK 那其實呢 在這邊所以剛才光反應會產生這個NADPF 跟ATP呢 它就會最後提供給這個Carbon Carbon Cycle Fixation的這個Cycle 然後最後用這個CO2互碳以後它就可以產生這個sugar 那如果過度的sugar它就會用starch直接在這個液律體附近就儲存下來 可是sugar呢 如果它需要的時候 它也可以去釋放到塞的手裡面 有一些NADPF 可以把這個starch切割開來 然後就release出這些比較小分子的sugar 那sugar它就可以做很多的新陳代謝等等 然後產生出很多它需要的這些物質 那它當然這些sugar也可以像是別的 因為我們的動物是直接吃外面的食物得到這些sugar 可是食物它就要用光合作的液律體去產生這些sugar 它就提供給粒線體 植物有粒線體OK 它就會提供給它們做這個secret cycle 然後最後產生這個Oxidated Phosphorin 也就是產生出很多ATP 所以它這些東西就可以讓它有很多 這些O2也可以讓它在這邊做成Oxidated Phosphorin 那它就可以做很多 它生成所需要的這些物質 新陳代謝等的這些物質 然後也產生很多的能量去做這些事情 OK 所以呢 這個是我們提到這個 怎麼粒線體 怎麼樣generate energy 然後去運用它的這些Modeprondus 怎麼樣一起去共同作用到來做這些事情 OK 好 那今天呢 這部門 今天的課程會到這個地方 我們接下來就要開始準備 因為我們上一次的課程是沒有這一個的 還不用還不用 我等一下要換成這一台 OK 我手伸了 我手伸了 首先 ROSE 收起來 今天要我翻譯給你們聽嗎 那個問題 是我面對 小呢 Rouge 啊 好 巫 SPD 不知道我是什麼意思啊 欸你應該是網路很賣力是不是 蛤? 是要叫我現在要付錢是不是 好欠喔 真的欸 現在只準十個人欸 喔~~ 喔~~ 好酷喔 好吧那我們現在用手碰的來玩這個 手碰的 我開始要 欸 這樣你 可以 那我們看這四個人的玩好了 我再重新start一次 那這次我們就比較氣氛好不好 然後看誰可以最先登入好不好 已經11個人在裡面了 11個人在裡面 欸 為什麼 這不要 那應該是輕夢的 我就試看看好了 好像 喔 大小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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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就看這十個阿嬤 看他阿嬤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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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們下一次會進來這一塊 欸 欸 那其他人就看一看 記憶什麼 那我們這一次就真的單重玩 因為我覺得這個不公平了 好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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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喔 喔 好 喔 好 什麼阿 麻油卡 誰在麻油卡 阿嬤 阿嬤的麻油卡 阿嬤 可以打CHEST東西 是不是 可以拉這誰 喔 喔 不行 喔 好想知道這兩個是誰 這麼積極要登陸幹嘛 好 好 應該可以看排名最低那兩個 就是 你覺得這兩個會最低對不對 嗯 錯了一定沒分 他沒有錯 不是就是你等下按NEX他之後就會有分數了 喔 不小心嗎 好 這樣 阿嬤會 阿嬤會 看不到他底下的嗎 好 再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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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好 好 好 哈哈 哈哈 這 GAPDM 好 你那個故意 我故意調整我們長得很像的 還要不然選這兩個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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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 我忘了 好不好 所以剛才錯的就是這 剛才沒有跑出來 壓壓壓壓 不一定不一定 不一定啊 還不一定 你是壓壓壓壓的 哈哈哈哈 這好誠實 你剛才沒有怕這兩個人啊 你只要想看哪兩個是誰 只要在這兩個人哪 看那一個一個人 這請看我一來 好美喔 好美喔 這是在看見我在 在烏羊的時候 我也是有兩個好兄弟 好兄弟 好想知道他們是誰 剛才沒有來 謝謝 句點 我們現在開始注意看句點 不是太簡單了 這句點為什麼我按錯呢 喔還有兩個人好謹慎喔 我們看看句點是誰 沒有句點 你們都看前面吧 欸不行這樣後面的人 我好想知道句點是誰 都看你嘴屁的那個 蛤 你如果承認的話 你不要 武力沒有自成性 他馬上 到最後久了我覺得很慢 對 哇最後兩個少不慢 對 對 哈哈哈哈 這錯了兩個 哈哈哈哈 兩邊都會亂點 這 這 他跟同一群人在 我為什麼他們在底下 他跟同一群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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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可以看到每個人嗎 可以 你怎麼那麼熟 因為我通常都在後面不會被看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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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可以 欸 可是我要先提一下 但最近有研究的指出來 其實方法有公信一點 但是 這一次的標準 就是媽媽媽媽 那你要知道 科學界沒有什麼絕對的事情 句點還在後面 好 我現在在九州一起嗎 我現在 你要你要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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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去 我去 你怎麼可能 是不是有兩輩子在外 你 看 我 在買個方格的 一個面部 OK 什麼 看不出來 我都不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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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嬷要約會 阿嬷快 跑出去了 阿嬷跑不到我 你現在快要晚了 用了這個 那一個 這有喝奶嗎 真的 會嗎 禮貴年是一個 廣角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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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角是一個 人記的嗎 廣角是一個 廣角是一個 我們在什麼地方感到 細菌的 細菌的 鹽固定是一個 細菌 我覺得這些都很重要 它究竟是一個胺基算還是一個什麼東西 其實很多時候我們就是基零詞而已 我們都不知道它是什麼東西 它在什麼樣的位置 覺得我們可以 阿嬤白白的 阿嬤白白的 阿嬤的 你就是阿嬤嗎 那為什麼 我一直以為我們是阿嬤那一組耶 啊我們是哪一組 你是基典組嗎 不是我們是第二名的那一位 不出一位 不出一位 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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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果選擇操作 完全會選擇 你如果選擇操作 完全會選擇 我無法接受那兩個選擇操作 趕緊重複再強調這一點了 所以他沒有 只有那個Special Clear 是Song 那為什麼不是E 不是Proton 因為是Photon 不是Proton 好嗎 不是直直 他是Photon 你可以講是光澤 喔 阿嬤又回來了 好 阿嬤又回來了 好 阿嬤又回來了 這火是自己加的 系統加的 好 最後一點 這太簡單了 還有 明顯 這三個選擇就好 好 阿嬤 然後 看最後 阿嬤嗎 阿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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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不到後面幾年 應該是這個 這個嗎 那個嗎 那個 又亂寫 他可能讓你Upgrade才可以看到後面 好 好 好